现在从我们来讲,采取的措施是根据疫情形势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的 而且这些调整我们都是一法一规 目前这些措施可以说都是最为严厉的措施 这些措施无论是从国际上来看,还是从我们国内来看的 都是在我们实际在抗击传染病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所采取的措施 所以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得以实施 专家估计疫情扩散的势头有望得到遏制 流行的强度也会减弱 流行的高峰也将会厌齿 对下一阶段更有效的防控争的时间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